老道的Lisa又见面啦 目前市面上的扫拖一起机器人呢 我把它们归类为两种 一种是以扫地机器人为原型 给加上一个小水箱和抹布 配合振动模块就变成了扫拖机器人 另一种呢 更像是从托地机器人进化而来 底部有旋转模块配合抹布 以下压旋转的形式来完成托地 再加上用来吸扫的主刷边刷电机 就变成了扫拖机器人 这两类机器人主体的吸扫模块 造型都差不多 不同的是托地模块和充电模块 加上充电模块以后 后者明显要比前者更大更重 因为它还配备了 无水箱 清水箱 冲洗托盘 以及烘干模块 实现了自动洗甩烘 彻底做到了自动清洁抹布 解放双手 那么它的实战体验究竟如何呢 今天我们就来唠叨叨 追觅最新推出的这款 W10扫拖一体机器人 你可以根据自己家庭的需求 来设置清洁模式 选择紧拖地或者是扫拖 并且呢可以针对吸力进行四档的调节 拖布呢也可以实现三种湿度的设置 这里有两个四升的水箱 分别是净水箱和污水箱 往净水箱里面倒入清水 以及地板清洁剂 点击开始清洁净水箱的水 就会流入清洁底盘 8个高压出水孔会快速让抹布均匀的湿润 最后呢就可以开始打扫啦 我能用的稍微轻一点 基本上每天出门我都会让它工作一次 所以最低档的心理 就可以满足我的使用需求了 开启扫拖模式以后 主刷会负责吸扫地面 边刷会负责把侧面以及角落的垃圾 从边缘往主刷的方向清扫 与此同时呢 拖地模块也会进行每分钟 180次的下压式旋转清洁 如果是灰尘比较多的地面 那就把档位调高 最高有4000%的吸力 这个吸力已经非常高了 绝大多数的清洁场景都是可以应付的 跟我之前的扫拖机器人对比呢 它的外观形态不再是传统的原型 而是一个地形机身 这里的死角位置就会变得更小一些 Dreamy W10采用的是LDS激光智能导航 大概5分钟左右就能够完成120平方的房子的一个快速建模扫描 10毫米的扫描精度 清洁的时候呢也基本不用担心 线路规划的问题 周围一共有34个传感器来帮助预判清扫的环境 即使你的豪宅有好几层 也不用担心它会跳楼或者是卡住 让我开心的是它有超声波自动识别地毯的功能 如果是我们把拖地模块拆下来 单独使用洗扫模块的话 识别到地毯的时候它就会进行自动的增压 因为地毯上面的那些灰尘都是在缝隙里面的嘛 更大的吸力可以确保地毯洗扫的干干净净的 如果你是在拖地或者是扫脱模式的话 它就会主动避开地毯区域防止弄湿地毯引起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这个回洗抹布的频率设置我觉得非常好用 家里面如果很脏的话呢 我就会把频率设置的高一点 如果说家里很干净的话 我就把频率设置的低一点 这样子呢整体完成扫脱的速度就会更快一点 在完成清洁以后它就会自动去回冲 回冲的时候呢就会自动去洗烘你的抹布啦 清洗托盘的高压出水孔会一边喷水 一边呢就会通过颗粒板刮擦来模仿人用手反复去搓洗这样的一个效果 洗完的污水呢会被抽上来去到污水箱 干净的水和脏的水完全是分开的 清洗完以后就会通过360度的高速旋转进行加速甩干 有点类似于洗衣机的甩干机 一样的自动洗麻布的拖地机器人 基本上呢到这一步就结束了它们的自动清洗麻布的过程了 但是实际上麻布此时仅仅是属于外干里湿的状态 所以最好是自己手动去把它拆下来 然后去晾干它 否则久而久之内部可能就会产生细菌以及异味 原本的清洁用品就变成了脏污来源 而JAMIW10的这个充电座里面加入了PTC风机 甩干以后呢会用循环的热风进行烘干 整个烘干的过程你可以听到微微的有电机运作的声音 我们可以对比一下 这个是洗甩阴干的麻布 这里是洗后又烘干的麻布 可以看到麻布的状态是非常的干爽蓬松的 关于清扫的时候噪声的问题 如果你是一点噪声都受不了的那种 那我建议你设置一个定时或者是智能场景 你离开家的时候再去清扫 回到家的时候就可以看到干干净净的家啦 不过呢就我个人而言啊 我觉得日常使用低档的时候 声音是可以接受的 如果说比较脏 想要开更高的档位 就可能会有一点点吵 如果要简单总结 JAMIW10这款 急扫脱喜烘一体的机器人 则不得识 我认为JAMIW10其实已经讲得非常到位了 他是说综合体验最好的扫脱机器人 一步到位的选择 一台机器可以让你解决扫地 拖地 洗麻布 烘干麻布 四个做家务的流程 水箱够大 电池的容量也够大 200平的家也可以一举即破 支持多家语音助手 天猫精灵 小爱同学等等 受生态的限制会更小 不过呢 有一个现实情况大家一定要认清楚 不论是多么贵的扫地机器人 拖地机器人 扫脱机器人 虽然说他们已经无限接近人工的机器程度了 但是都没有办法百分之百代替人工 尤其是一些角落的位置 以及顽固的脏雾等等 好啦这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别忘了点赞评论收藏转发 以及关注我 这里是喜欢唠叨色评的莱萨 那我们下周的今天再见吧 Bye